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聂建宗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与众不同 我们都知道最近全世界都在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隐性战争 也就是对科技 不管做各种的禁令 这个法案 全球都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抢晶片的一种 厮杀的感觉 当然晶片有分先进制程和成熟制程 那先进制程和成熟制程 在市场上的布局 我相信很多的观众大概都大概了解 当然台湾有着护国神战台积电 有这么棒的先进制程 在全世界占足了它制造 占超过了70% 所以台湾真的是我们太棒 生活在这里是予有荣烟 可是这样一个半导体 全球在抢晶片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 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所谓的战略的一个策略 重要的一个目标了 那么全球甚至很多的国家都非常的关注 当然我们看到了美国对中国的博弈之下 也给了这个所谓的晶片法案颁出在8月 然后在10月又有的晶片禁令 甚至最近又找了河南的日本一起连锁 把艾斯莫尔甚至它的EUV的光照 都不让它能够有一丝一为的进到中国的市场 当然在这个时候 美国也开始扶持它自己的晶片 然后日本韩国也不妨多让 也都在推它的建议制程的未来 甚至西方国家的欧洲也是一样 当然我们身处的台湾也一样 最近也丢出所谓的台版晶片法案 什么是台版晶片法案呢 基本上它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产创条例的一个增定版 它增定它的第十条之二的一个版本 它主要就是强调对所谓先进制程的半导体 新的一个增定法案 这个法案当然就要强调说 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布局 为未来我们把关我们的先进制程 不会失守的一个重要布局 当然它给的这个方向我们很清楚 也就是给只要跟先进制程有关的企业 或者它相关的关系企业 都会有可能好的补助 这个基本上我是很赞成的 因为它真的算前瞻计划了 对不对 可是重点来了 这个前瞻计划到底做的是什么 它到底是好 还是会有一些它的缺点呢 第一个我们先讲一下它的内容 首先它的内容 当然最少我们可以知道的 有一个就是所谓的 所有只要你制造 所谓先进制程相关的企业 你就可以有很棒的所谓的租税减免 这负税减免它的底减 就从它原来15%升到25% 这是一个很大的增幅 有10%之多 也就是你的引所税未来的底减的部分 第二个如果你所用的设备是一个先进设备 你的底减率也可以提升5% 哇 这不得了 还有就是它甚至不给你设 所谓的金额支出的上限 那这样子就真的是福利了 所有的真正为先进制程而打拼的这些企业了 可是市场中有一些反对的声音 为什么呢 我们第一个讲一下 就是有人认为这样的一个政策法令 出现得太快 它有点仓促 所以有人认为它不太符合 我们税路税逐市 税市是有一个公式的 它不合税市的一个支出的一个程序原则 这是第一个 当然第二个呢 甚至有人讲说 这样的一个加码有点腐烂 比如你25到25等等的 他觉得这个金额 可能没有认真的思考 我认为的确是有点太快 因此他们认为的所谓的腐烂 有可能会让部分的厂商 可能会做一些转折 或者一些所谓多余的部分 用了一些变相的东西去处理 我觉得一些配套措施还没有很完整 可能还要再去加强一下 当然第三个我觉得也尤其重要 是部分的跟也是半导体相关产业 比如走上成都制成这一端 或边界的这些边缘的半导体产业 他们会有发出不平之名 什么意思呢 他认为说你这个所谓的抵减 基本上都是给了所谓台积电 或者台积电的一些供应商 这样的话你不就是颇角式的供应吗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就在整个经济上还是会失衡吗 而且你大肆地投入所谓的真正先进制成 而我们其他的你不去扶持 这就会产生一个我讲的颇角式的补助 这样子会不会使得未来产生所谓的贫富不均呢 当然这都是一些问题 好那最后我想做个结论 基本上台湾有一个户火神山台积电 对台湾真的举足之重要 当然也全世界都因为台积电而看到了我们台湾 甚至我们发光发热 但重点是我们要守住它保护它 是不是一定要鼓舞烂的随意的加码 加这样的大量 我基本上认为要有好的政策 好的原则去保护它 但是应该要有很完整细腻的一些研究和讨论 以及完整的配套措施 第一个除了保护它之外 也要保护到所有的周边 甚至相对就会弱势 甚至因为这样子而无法补助到 而会产生到被排挤 所谓的排挤效果排挤出的一些产业 也要照顾到 这样子面面俱到 那么才有办法让台湾能够永续地经营 我们的这个战略才有办法做到最稳抓稳打 有一个美好的台湾的电子未来 好 那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收看 再会